對 我要怎麼切斷她的記憶 我已經可做了 一定要切斷她的記憶 她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你要多喝水 因為澱粉的東西 她帶著 小黎喝2000cc 她說她會脹 對 應該還是要多喝水 因為她澱粉分解的時候 變成二氧化碳跟水 所以她會產生更多的水 然後你要想辦法讓這個水排出 再來就是所謂的 你二氧化碳要排出體外 你才有辦法減上半身的肥胖 那這跟中醫的肺筋有關 肺筋就是走在胸 手 還有這個手臂這個位子 如果你的肺氣不足的時候 你其實就會累積在上半身容易胖 而不容易瘦下來 所以那有人跟我說什麼心肺不好 所以才容易胖上半身 這是中醫的說法 是正確的 正確的 對 而且在夏天特別容易 有的人夏天很容易胖 真的很冤枉 因為冬天大家 因為天氣冷嘛 吃高油脂的東西多 可是夏天容易胖 都是這種澱粉型的肥胖 是嗎 對 那所以更嚴重 還會有什麼健康的問題嗎 其實這種在中醫叫做 脾虛彈絲的體質 什麼意思就是說 夏天像大暑小暑這種季節 也是濕氣最重的時候 所以一年當中濕氣最重 你又喝了很多的水 又排不出去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變成這種 澱粉型的肥胖 那脾虛彈絲身體會怎麼樣呢 你會容易精神不濟 整天就很懶散 然後又覺得精神提不起來 所以你的代謝變慢的時候 你的身體的熱量 又會全部累積在身上 那會不會有什麼腸胃性 哪方面疾病 會 它除了脾虛彈絲 還有一種叫胃熱彈絲 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的胃是熱的 你如果因為想說要養生 然後都喝一些溫開水 熱開水 結果你的胃熱更嚴重的時候 你會更想吃東西 因為你的胃酸會增加 所以你又更想吃東西 又吃點甜的 比方說檸檬吃 加上蜂蜜水啦 養顏美容 結果就越吃越多 這個時候你的排便 會有一點困難 如果你排便長期都不好的話 有可能會變成那種 大腸吸肉或 大腸來的體質也健身 對 所以會有健康方面的影響 那如果我從此 我都不吃澱粉 是不是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從此不吃澱粉 你會變成 減少耶 這樣會變成很少 就比如說吃兩口飯 其他要吃肉 青菜 就是我就把我 不要吃澱粉 就不會有澱粉型肥胖 所以澱粉型肥胖 最好的方法就是像宇文講的 你要減少 所有的食物比例裡面 澱粉含量要少 或是用所謂的 它的血糖質 不要升降這麼快 在中藥裡面 以芙苓這種藥材是最好 因為這種澱粉 它可以增加我們腎小球的過濾 所以它會增加水分的排出 又可以讓我們的血糖更穩定 所以像糖尿病人很適合 或是這種澱粉型肥胖的體質 都非常適合這樣子的食物來調理 那問一下譚老師 就是說如果還有 在我們飲食當中哪一些 可能我們會忽略掉的 也是澱粉 然後會造成肥胖 還是所有的澱粉都會這樣 其實不是 其實一定要吃澱粉類 但是要吃這個顴骨類的澱粉 但是有些人常會把一些東西 當成不是澱粉 像剛剛彭醫師講的蜂蜜 很多人就說我沒有吃什麼 然後她就喝蜂蜜水 當成一般的水 其實那也是糖分 那更可怕的是我們夏天 很多的女孩子喜歡減肥的時候 吃水果 像我也曾經遇到 她什麼都不吃就吃小番茄 血糖都爆表 那有的當然就是會用 就想說那這樣 我都完全不吃澱粉 然後用一些橄欖油去拌菜 那也很慘 血糖都沒辦法控制的 也滿多的 真的 都住我耶 真的 就是那種只吃水果 只吃那種青菜 然後涼拌覺得自己很清淡 然後卻瘦不下來的人 這厲害 我們台灣的水果是最甜的 真的 真的 很甜 那個糖分你吃得多還是會胖 對 所以還是要留意 但是我們這樣 現身說法一下 營養師 她以前也是澱粉型肥胖 她現在很瘦耶 而且還生了三個孩子 對 但是現在可以保持這樣 就是我懷疑老二的時候是 胖我 人生最高峰胖到73公斤 而且我還沒有像宇文這麼高 我才160公分 你看 我贏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照片 贏了 我贏了 宇文剛剛照片真的不算什麼了 不算什麼 妳那時候就判若兩人耶 對 然後就有那個 認識的出版社朋友就說 營養師 你怎麼可以敢 把這麼醜的照片拿出來 對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剛好就是 反正就是我生完老大以後 沒有瘦 然後就生我懷了老二 所以達到人生的最高峰的 燙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可是我發現 因為我們在這麼多年的 臨床經驗之後 然後包含控制血糖 控制體重 你會發現什麼東西是最有效的 澱粉 就是糙米 所以我後來就是每次 跟他老師說的一樣 對 我每次生完以後 我就是乖乖的帶便當 我就是中午的便當都是帶糙米 然後就是晚上也是吃糙米 因為你就像剛才有人問說 可不可以不要吃澱粉 不行 因為你不吃澱粉你知道 每次我都會到下午就狂餓 然後開始就會不開心 我的同事講什麼話 就會覺得 你說是什麼鬼話 對 會心中要很生氣 會心中要扭曲 對 就會把它扭曲 心中就有很多的PS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就是真的不要 就是不吃澱粉 然後而且你一定要在什麼時 就是我可以接受晚上不吃 因為晚上基本上 我沒有太多的活動量 也沒有太多的大腦 所以還可以接受 對 還可以 可以吃的順序咧 蔬菜 蛋白質 澱粉 所以我就會先吃蔬菜 然後再吃蛋白質 最後吃澱粉 那因為像我們這種血糖 因為我的血糖 其實一直都是在正常值 但是你會發現 我跟同年齡的同事去比 比如說他們可能 飯前血糖才八十幾個 但我都九十幾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特別就是 因為你吃了蔬菜 你的這個 再吃澱粉的東西 你的血糖才會比較低 你的GI值就是 深糖質素才會比較低 所以我會先吃蔬菜 而且我蔬菜的選擇 就是大部分我都會先吃 菇類的蔬菜 因為菇類的蔬菜比較飽 你會覺得 譬如說我弄一把金針菇 弄一把美白菇 然後而且這種東西 就是晚上我回去 譬如說菇跟雞 或菇跟排骨一起煮 你就會變成一道菇菇湯 那你會又方便 然後你又吃得飽這樣子 那除了就是飲食的順序 多吃糙米 還有什麼可以做調整的呢 譚老師 其實我覺得就是 其實不管是哪一種的肥胖 少吃多動 我覺得這都是不二方 自古以來的 對 對 天府不變得道 對 無論怎麼樣的順序之外 我覺得真的少吃多動 還是最實在的 然後越精緻的越少 對 其實我真的不大建議吃精緻的 像宇文剛剛說 不要吃澱粉 這個萬萬使不得 一定要吃 但是其實我們家吃飯 也是一樣 我們是先吃青菜 青菜吃完之後 這些蛋白質跟飯就隨意了 對 所以這樣就很不容易胖 其實我覺得真的有幫助 因為有時候你的念頭 知道說我不能吃 我要吃少一點 可是這樣有人說我吃一小坨 根本不會飽 這個時候我會覺得中醫的按摩 可以幫助很大 比方說你覺得二十號 有個抑制食慾的穴道 你要趕快按 哪裡 或是飯前二十分鐘 它就在我們的肚臍旁邊 然後三個指頭的位置 所以我們的手 可以放在我們的肚臍兩側 它的位置是跟我們的肚臍 整個平行 它叫做 天梳穴 對 天梳穴這個梳 就是梳紐的意思 那梳紐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讓我們身體上下的肌絡 可以相通 有點像是跨海大橋 沒有這個枢紐 你的上下的氣就過不去 所以你就會覺得 一直沒有飽的感覺 那它剛好在我們身體 複製肌的上方 我們通常一次就是要 按兩百下左右 兩百下 它可以直接 每一個都不能偷懶 對 這個真的不能偷懶 這樣按完 我連手臂肌肉都出來了 真的 而且你都飽了 真的都不會想要吃東西 而且它還可以有效的 很多男生那種鮪魚肚 真的就這樣按 每天按兩百下而已 按很酸 下壓就好 會酸的感覺 而且最好能夠按到腹直肌 那種肌肉跟你抵 然後有一點那種反彈的效果 非常有效 這邊就是消除腹部脂肪 跟抑制食物的感覺 就是你用力滅就對了 對 所以你在按的時候 你肚子要用力跟它相抵 然後這樣兩百下 隨時隨時都可以做 非常的有效 大家可以試試看 會痛 小孩也可以按嗎 我家老大超愛吃的 妳可以跟他講說 可是他好愛吃 妳可以跟他講說 我們來回吃 他說眼睛睜開就可以吃 其實真的有效 小朋友的效果會更好 因為他直接胃就有飽足感 因為他剛好是在我們胃 他有米酒神經 他交會的地方 其實像這樣的小朋友 他晚上會睡不好 所以有的病人 他這樣按完之後 他沒有跟我說 他食慾變得比較不好 可是他說我睡得比較好 對 因為胃不合 對 就臥不安 那睡得好自然他就會瘦 就讓他每天一直睡就好 睡覺就好 睡就睡 好 接下來還有不同的體質 對 好 我們來看看 特徵一是愛吃炸的 還有燒烤的 這美味啊 特徵二是能躺著就不坐著 能坐著就不站著 這不是粗老的症狀嗎 特徵三是容易胖在臀部及大腿 東方人梨形身材的標準 很容易對不對 這種身材 愛麗絲 妳應該對不到這個特徵吧 可是我真的就是 平常就是有在克制 但是我看到炸的東西 跟燒烤的東西 我的內心潛意識裡面 我知道我是想要吐過去的 然後我那時候剛開始 就要進行的時候 因為是徵選 那時候是徵選一個VJ的活動 後來被選上的時候 就開始訂裝什麼的 他們就帶給 找了一個很有名很有名的造型師 跟我約去喝咖啡 不好說 沒有不好說 沒有不好說